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上的肌肉的肌肉爸爸 他精传中风 不过当然看到新闻 他也已经平安的回家了 看到他中风的消息 可能让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非常的吃惊 我们来看一下肌肉爸爸的相片 都是muscle 好像雕刻出来的 天哪 这真的是大只老 但是非常的帅 然后肌肉都好大块 不管是胸肌跟腹肌 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好身材 包含了筋肉爸爸跟他的老婆 两个人的身材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但是呢 在前阵子惊传了他中风的事情 让大家就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觉得非常的惊讶 那我们要来跟 看一下 这是他这个中风的相片 所以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了 健身这件事情 因为当你练出了结石累累的肌肉 你也会觉得说 好像我的身体就一定很健康 因为我每天都有做重量训练 甚至是有做一些有氧运动 但这是不是并不代表我的身体一定百分之百的没有问题 筋肉爸爸说 他原来没有留意到 他家族当中有灵血功能异常的问题 所以他妈妈其实一直都有在吃 让血管畅通的药 但是家族里面又有人呢 二十几岁就是因为中风而过失了 这件事情请医师来帮我们聊一下 什么叫做灵血功能异常 对 灵血功能异常所造成的脑中风 其实是在我们脑中风的原因里面 是属于是比较少数的 大概可能一百个脑中风的 尤其是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里面 大概会因为灵血异常而造成的 大概不会到超过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就是说一百个人 可能只有不到两个人 是因为灵血异常所造成的 上一息比较少的 对 那最主要它会产生中风 它是因为灵血功能 那灵血功能其实 其实是有点复杂 那包括我们现在目前所 我们常常听到灵血功能 大家通常会讲到什么 血有病 那它灵血功能是比较差 就流血不止 那这一类它反而是容易产生 是脑出血 可是金鹿爸爸 它产生的是一个是 缺血性 就是阻塞型的中风 就是血液凝固的 那血液凝固的 这样子的一个灵血功能异常 里面包括有一些像我们 血液里面有很多的蛋白质 很多的抗体 那它会让我们的这个 就是血液很容易凝固 那包括什么蛋白质C 蛋白质S 然后抗灵血的蛋白3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叫做抗灵质抗体 抗灵质抗体 或者这叫抗心脏质抗体 那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 就是红斑性的抗灵血因子 那还有一些像 比如说我们怀孕的妇女 那她本身的灵血因子 会比较强一点点 那还有一些癌症的病人 还说血液会比较容易凝固 特别是在产后大概六个星期之内 我们其实有碰过一些产后的一些产妇 在六个礼拜之内 她突然中风了 她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 很多的危险因子 所以那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引起的吗 可以这么说吗 这个生产当然有很多荷尔蒙 那她必须要让血液 就是活力比较强一点 可是常常会把这些灵血因子 把它刺激起来 让它活性大增了 所以在生完baby那么辛苦之后 中风的人也是有听闻过 对 所以照刚刚医生所讲的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我们灵血功能异常这件事情 似乎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因子所组成 所以在灵血功能上面 我们要怎么知道 自己是否灵血功能异常呢 这是不是抽血去检测几个项目会指导的 对 就像筋肉爸爸 他知道自己家族 可能他的妈妈有这样子的情形 其实他就应该平常 应该就是要整个家族 应该去做一些这方面的测试 把这些 他自己里面是不是有 体质上没有这些抗体 然后或者是有些在蛋白质缺乏的情形 然后把它矫正回来 如果没有办法矫正 就是一辈子要吃抗灵血剂来预防 来预防这个血液凝固的这个问题 这个药物是不是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做完了心脏支架之后吃的药物是一样的 这个是就是说 一旦他我们找不住 就是说他的这个灵血因子是没有办法去矫正的 那我们只好用抗灵血剂 那其实有些我们刚讲说这些因子 他其实是身体的自体免疫来造成的 包括像红曼性囊肠的病人 那或者是他有一些抗 我们讲就是这些抗心脏质 或者一些抗灵质的这些抗体过多的这些病人 那这些病人他不只是吃抗灵血剂 他可能必须要吃到一些抗免疫的质剂 来去抑制他这个抗体过多的情形 所以如果是家里面怀疑说 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抗灵血功能异常的话 都可以到临床上面去抽血检验 但是这检验项目应该就有很多种了 有很多 所以他并不是单一的一个项目 就可以说你是否有抗灵血功能的异常 除了要看一下你的家族病史之外 也要看你本身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疾病 那特别这些抗灵血的这个变化 通常很常发生在45岁以前的脑中风 我们称他叫做年轻型的中风 那很年轻就中风 这些病人特别要去查 他有没有这个问题 或者是你自己有家族 家族里面就是很多人就中风 那这个你要去查一下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灵血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算是天生的体质遗传的因素 是体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过很多人体质他有这样的一个缺陷 他其实如果他生活保养的好的话 是OK的你知道 那常常这些其实是有另外的外来的因素 包括我们讲筋肉爸爸 我们刚刚讲说 他因为有熬夜 有感冒 所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灵血因子有异常的情况之下 每当他在一个就是 比如说细菌的 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 那或者是他过度的劳累 那在这类的情况之下 他就把它引发 让他的这个这些的这个因子 就活性就大增 就容易产生了血因凝固的气息 我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补充 因为呢 这个筋肉爸爸呢 他非常的年轻 事实上呢 他也才37岁而已 他除了有非常棒的这个好身材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他身上呢 真的是这个结实累累的肌肉 非常非常的帅 而且身材很好 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平常有健身运动的习惯 加上又很多的肌肉 身材又很好 你知道也不是一个肥肚子突出来这样子 就觉得说 好像我身体也不错了 好像还有点本钱 于是就不知不觉的 又要养小孩 要工作 比较容易熬夜 然后呢 根据他们的叙述 可能都是很晚才睡 但是一大早六点爬起来 然后又睡个回浓觉 一天的睡眠时间 可能不到六个小时 那常常熬夜作息不正常的关系 然后导致筋肉爸爸呢 在中风之前呢 也曾经感冒过 感冒之后呢 又变得很湿睡 然后他发生的这个情形 是发生在早上 所以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 可以来请教影之号医师 第一个问题是呢 他有熬夜作息不正常的习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不管你是否有灵血功能异常 熬夜作息不正常这件事情 真的比较容易引发中风吗 对我们在领床上常常看到 就是过劳的 过劳的这个行业 他的中风几率真的比较大 年纪轻轻就中风了 那包括很多的像 像我们讲说很多 以前的科技新贵 然后他这个熬夜很厉害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看到了什么 是我们的巴士的时机 或计程车的时机 他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领床上常看到的 那在前几年英国跟美国 布月儿童都有做了两个大型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是他把这个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 那或者是说他常常加班超过八个 就是一天工作超过八个小时 那好像每周这个一到两次以上 这样子的这样的行业的人 去做长期的追踪 就发现竟然这一个就是常常熬夜 或者是工作过长的这一个族群里面 他中风了心血管的这个比率是最高的 就是说比这个我们正常的作息的人 他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高很多的 然后呢 医生在你自己就是高危险族群啊 你一天工作超过八小时吗 我认识了医生几乎90% 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 所以医生都比较短命啊 医生的平均寿命是比一般人的寿命 军命是比较短的 因为那个工作太操劳 太过劳的关系 那这里面心血管疾病里面 尤其是以脑中风最常见的 就是这些过劳的这些族群 所以不只是凝血脊转 那凝血脊转有问题的人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这些是他诱发他 产生症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然后因为这个金肉爸爸呢 他在中风之前呢 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 因为他刚好感冒两个多礼拜 所以呢事实上他 不仅嗜睡 而且还有严重的头痛 那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 医学的观察呢 有75.2%的患者 在中风之前都有嗜睡的情形 就是困没痴 一直很爱睡 对 嗜睡 老是想睡觉 会是中风的高危险症状吗 是 我这种天气也很爱睡 我每天都不想爬起床 确实我们在庭床上面看到很多 不管是凝血基砖或是其他因素 所造成的脑中风的病人 他确实在前一两天 会产生一些就是很想睡觉 就是觉得他就很想睡觉 然后有点迷糊 可是不是那种完全的很乱的那种 神志不清的这种情况 那就中风了 通常这一类的原因 大概我们认为就第一个 是脑部的缺氧 那本来他的血管已经 血液的功益已经不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快阻塞了 所以他的血流开始减低 容易会让你昏昏欲睡跟头痛 对 昏昏欲睡 那因为有些人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血管缺氧了之后 我们的脑子为了要增加这个血量 所以他血管会扩张 这个我们一个 我们叫做字体的调节 那字体的调节里面 脑血管会扩张 那在扩张 如果是太扩张的情形之下 头也会痛 就包括像我们有时候 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里面 二氧化碳浓度太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血管 脑血管本身就会扩张 也会产生头痛 所以这个脑血流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像 凝血脊转不好 或者是他血液本身有问题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血液的粘稠度也过高了 那血液粘稠度过高 这个时候他的血流就开始不顺了 那他又没有好好的补充水分 那这个情况之下 也是一样 让他脑血流变得很差 也会容易昏昏欲睡 好 所以那个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个性懒散的话 喜欢睡觉的话 那真的没有办法了 但是如果说你本来不是这样的人 最近突然觉得昏昏欲睡 或者是一直都觉得 有怎么样都睡不醒的情形 当然补充睡眠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部分 可能也要自己小心身体 按摩一些其他的激状 另外要来请教一下医生的就是呢 因为这个金肉爸爸呢 他发现他中风的情形是在早上的时候 而且呢 是发现了他的身体有一半边 失去了控制 而且讲话含糊不清 送医之后才发现呢 是有中风的这个迹象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让大家就特别的怀疑说 中风是不是总是喜欢挑在早上来 有很多的中风 他是我们称他叫做睡眠 睡眠时中风 他其实是在睡觉的当中中风了 这里的中风大概有 所有的缺血性中风 或者是初血性中风 大概两至三成 有这样子的 所以他一大早到被送到急诊室 那我们一问之下 他其实就是早上眼睛一睁开来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中风了 那有些人他就爬不起来 那有些人他一直 他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那其实在睡眠就有中风了 对他在睡眠就 对睡眠的时候 就不知道哪一个时间点就中风了 然后这个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 譬如说我们常常会去问说 那你看到他中 他的这个最正常的时候 可能是他昨天晚上10点11点 睡觉前 睡前都还OK的 然后他今天早上六七点 送到我们送到急诊室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只知道说 他在这一段时间中风 他可能是12点1点2点3点 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 临床上的一个挑战 可是为什么会是在睡眠中 中风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觉得说睡觉的时候 就是我心情最平静的时候 我既不激动也不生气也不悲伤 对不对 对 而且那个睡觉又是平躺 觉得那个血流量也会比较够啊 为什么反而是睡觉的时候 比较容易中风 对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 血中的这个含氧量 会稍微低一点点 那我们的二氧化碳的含量 会稍微高一点点 这个是我们在休息 休息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是正常人 没有关系 这个是我们在 就是我们在休养嘛 我们的这个体内的内脏啊 什么都在休息 在复原的当中 可是呢 当你脑血管本身有问题了 或是我们讲说 这个凝血济转有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睡觉前 你可能前一天又没有吃好 那睡觉前又没有补充一个 比较充足的水分 特别是老年人 他说晚上我要起来小便 所以他睡觉前不敢喝水 所以这个时候 夜里的血液的粘稠度 开始变低了 那变高了 粘稠度开始变高 这样我睡前 其实最好喝一点水 喝一点水 对对对 最好喝个100cc到200cc的水 那一方面 他也不太让你说 会有这个就是 有半夜会起来小便 那第二个 能够适度的 让你的血液的粘稠度 变好一点 那这 这是一个 第二个也其实是我们的 这个我们讲的是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我们讲自律神经的一个调控 那我们在夜里的时候呢 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血管 我们血管流速开始 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当你只要是 不管是你是我们刚讲的 血液凝稠度变高 或者你的血管的流速 变得比较慢一点 那这个时候在睡觉的时候 你如果说你的脑血管 本身就已经快读到了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引起了 这个阻塞的情形 好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没有办法预防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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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个 睡前喝水 喝点水之外 第二个就是 就是平常的保养 平常的保养 那我们特别 强调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定期的 在做身体的健康检查 包括我们 有没有三高 是不是 那包括我们的血液粘稠度 好不好 包括我们的凝血基因值 我们凝血的异常 这可是这个真的就比较难一点点 因为 金肉爸爸非常年轻 才37岁 而且根据媒体的报道 他其实并完全没有三高的问题 也就是 他的血糖 胆固醇跟 血脂跟血压 都是正常的 他唯一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在家族病史 他有凝血功能异常 那 但是这个是 金肉爸爸的一个状况 但反过来也讲说 不要以为自己固定 有在健身 有在做重量训练 我的身体就一定是最健康的 不一定 还是要 还是要 好好的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是知道自己 是否有中风危险因子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不对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 因为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 有讲过了 比如说 大家非常喜欢的馆长 也是另外一个网后 馆长之前也是去医院 什么换血 就什么血液浓稠度太高 胆固醇太高 我就想说 他不是壮了跟牛一样 超壮的 是 浑身肌肉 骂人的时候 慷慨激昂这样子 对 是 他一定大家 也没有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在讲运动 不是我们讲健身不好 就是说 如果按照我们的一个 运动没有不好 对 就是不是他运动不好 可是如果站在心脏 或是脑血管的健康的 这种调养里面 那其实有氧运动 会比我们这种的重训 会来的好 重训虽然也达到身体 让我们身体达到 一个运动的状况 可是他对 一般的血液的循环 并没有增加很大的好处 也就是如果你要预防 心肌梗塞 或者是中风 最好的方法 还是要记得做有氧 有氧性包括 快走 慢跑 游泳 然后跳跳什么 有氧舞蹈 打打太极钱 跳跳 我们老先生 公园 跳延极舞 这些都是一种 有氧的运动 这个反而会比重量训练 会在我们 就是在预防的效果上面 会明显很多 所以不能只是猛做重量训练 练人于线而已 练六块鸡 对 而且即使你真的练出来 这样的一个身形 也不代表你是完全健康的 OK 好 这点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我发现最近重量训练 真的实在是太红了 包含在各大的媒体 或者是看到身边有很多人 都一直在推广说 做重训很重要 没有错做重训真的很重要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请记得 一定要做有氧运动 而且我觉得做有氧运动 还有个好处 不晓得是不是 我要问一下医生 因为我们的心脏 像我们不是常要去做运动心电图 你就是要动了之后 才会看出你的心脏 能不能附和这个状况 所以做有氧运动的时候 还能监测一下你的心脏功能 可以这样子说吗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穿载 穿载式的一个装置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我看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 都手上带一个很健康的丸表 对不对 那他有心率的方面的问题 那你今天当你运动了 刚运动了之后 他刺激你 如果你突然你的心跳 一百二一百三 表示你的心脏可能很容易 如果很容易就达到一百二一百三 这种情况你可能心脏有问题 就要去检查一下了 这样子 好 所以真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 两者都要去兼具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要提醒 如果说当你起床之后 发现说 你真的自己有一些 不太对劲的状况 出现了哪些的症状 你要赶快怀疑说 这有可能是中风 赶快去医院急诊 其实我很想问金若爸爸 他在发病前 几天是不是有一些 很轻微 可是被他忽略掉的 我们现在call给他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调查里面 大概其实中风里面有百分之 有些报告到百分之五十 有一半的中风病人 其实你叫他回想说 他在中风前有什么一些预兆 最多的报告说 百分之五十的病人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哪些情况 比如说他其实是突然 有一天可能他在拿筷子吃饭 然后写字的时候 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做家事的时候 突然有一侧的手脚 短暂性的没有力了 那可能在一分钟 半分钟 本来拿着筷子突然掉下来 掉或者是就拿不住 他就觉得说拿不住 可是可能他这种短暂性 在半分钟一分钟之内 他就好了 那就这样容易被忽略 我们称他叫做 暂时性的脑缺血的气息 或者是说 就是突然跟人家聊天 讲话的时候 突然就是突然的 怎么大舌头 讲不出来 然后有一件 就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讲不顺 一直讲 不是说突然把 什么好朋友的名字忘掉 不是这种 就是说我们可能说 比如说手表 明明天我们在讲他手表 可是你就讲不出来 他叫手表 比如说我们讲麦克风 就是讲不出 这个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名词 或者是说讲话大舌头 那也是一样 通常就是在 就是一半 很短暂的几分钟之内 他就消失了 或者是突然的 怎么走路不稳 然后一下又消失 以为自己内耳不平衡 又是加上感冒的关系 可是他会走路不稳 过一阵子 好了 就是可能 真的就是短短几分钟 就好了 我没有走路不稳 我只有在蹲下站起来的时候 常常觉得是不是地震 那可能是知识性低血压 我讲的就是 因为如果是像您这种 就几秒 一两秒而已 那像这种通常会持续个20秒 30秒 甚至一分钟 两分钟 更长一点 然后就不见了 所以呢 很多人其实是有这些症状 那这症状被他被忽略掉了 所以如果我们就讲说 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如果万一你在平常日常生活 有这样的问题 你其实应该赶快去看 找医生 赶快做一些检查 然后来看看 你的脑血管健不健康 不过呢 这些的点 当然需要提醒一下 听众朋友来特别的留意 但是等会广告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请医生 再帮听众朋友来做一下补充 因为金如爸爸发现了 早送医之后呢 赶快打了所谓的 血栓溶解剂这样子 但是在打血栓溶解剂的时候 我真的亲自 我遇到那个我朋友的妈妈 打电话给我说 医生就只有打那血栓溶解剂 然后就一直观察 观察再观察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呢 是不是这家医院不好 我们换其他家医院 怎么就说一直在观察 打那个针到底有没有用 都不用开刀的吗 好 这个中风之后的紧急处理措施 医生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说继续请教影直号医师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 新主分院神经内科的影直号医师 跟医师聊聊有关于 健身的人 请你一定要小心中风的危机了 从金肉爸爸的中风事件 来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聊一聊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了 金肉爸爸送医之后 有打进击打了血栓溶解剂 血栓溶解剂施打 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时间 打下去之后 大概的观察期是多久呢 对 那这个我们目前 目前的这个黄金的期间 是4.5小时之内 以前是3小时 中风的4.5小时之内 以前是3小时 现在已经延长到4.5小时 那不过健保给付还在3小时 所以你过了3小时健保就不给付 因为那一罐血栓溶解剂 一罐大概是要2万2千块左右 那像金肉爸爸这么快的人 他一定要用到2罐 那就是4万5万块钱 所以体重也会影响到你 对 我们是用体重来算他的计量 但健保是给付 给付都给付 他只是算在时间点 3小时以内都给付 那3到4.5小时 目前因为全世界各国 都有一些临床的观察 发现也是有效果 并不是没有效果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临床上面 3到4五小时 我们会建议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那这是一个 那最近其实 就在上个月 那很有名的一个 新一格兰医学杂志 那他出了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里面 我们台湾贡献度 大概20% 就是他就是澳洲 做了一个研究 然后发现他 这不是一个 就超过 即便超过4.5个小时 最多在24小时之内 那如果应用的这个 我们现在目前一个叫做电脑断层的灌流摄影 或者核磁工程的灌流摄影 去看你的脑部的 看你的脑细胞 是不是有希望救的回来 他有一种特殊的软体技术 那这种软体技术 发现说 即便你在24小时之内 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检查 你都可以把它救了回来 不过这个还没有被全世界国家所认可 可是我们台湾贡献度确实占了很大的重要的地位 这不是好消息 这意思是说我们有很多中风的病人 好让人家可以做研究 是这样的意思吗 也不是 就是我们很积极去参加研究 因为就是我们把很多的 我们对中风防治很关心 是很关心 对 那这个希望以后有更好的方式 那目前另外一个就是说 除了血浆溶解剂之外 就是我们发现三个小时打 这个效果没有变得很好 就是观察嘛 那观察如果说是 所以那个血栓溶解剂 怕了去 就是在急诊等着观察 没有在急诊或是交互病房 对 通常要赶快转到交互病房去 那通常我们会观察20小时 24小时 那如果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第二种好方法 没有其他好方法 对 一半一千 那最近的几年之内 那我们又发展了一种叫做 就像做新导管一样的 叫做机械的取酸素 就是我们把导管伸到你的脑子 阻塞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血块啊 这个血栓 把它拉出来 这个叫机械的 机械式的取酸素 那这种取酸素 它未来会变为主流吗 我相信 再过几年一定是主流 搞不好 那个这个静脉 那个溶解剂 就会用的很少 现在其实已经 我们在台湾已经某些医院 基本上取酸素变成 已经是最重要的了 就是拿出血栓 拿出那个堵塞住的血栓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取酸素 它可以把我们中风急救的 这个时间点 延长到我们之前大脑 前大脑是八个小时 那后大脑是24个小时 健保有几分 对 健保有几分 那个也很贵 那个光一个管子进去里面 你就看到一根塑胶管 那根塑胶管就是16万17万 然后有时候要用到两个塑胶 要两个管子 健保有没有几分 有 我们台湾的政府 真的确实是对我们人民的健康 照顾的非常好 但我还是希望不要用到吧 是当然是不要用到 OK 但是在台湾 请问是血栓中风 也就是堵塞型的中风比较多 还是出血性的中风比较多 堵塞型的中风 占我们的中风里面的八成 八成都是堵塞型的中风 所以这八成的患者 要不就是接受血栓溶解剂的紧急注射 要不就是接受现在所谓的取栓素 这两样都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部分 比较主流 所以我们因为它还是都是有时间上的限制 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就是说听众朋友 你的亲人朋友 万一有这样中风的情况之时候 就是赶快到医院就医 我们才有机会 三个小时内打血栓溶解剂 打了之后没有通 我们还有机会去帮你做取栓的动作 对 我就是要说这件事 因为我还记得我朋友的妈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们是送到淡水的某一家医院 那医生打了血栓溶解剂之后 就是观察而已 因为刚刚医生也说 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的病例可能是 我随便举个例子而已 然后他的病例可能都是在台大 他就说这家淡水的医生 怎么就只有打血栓溶解剂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赶快从急诊 然后再转去台大这样子 但是我的意思是我有两个疑惑 打血栓溶解剂这件事情 是不是在哪个医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反而是时间点赶快打是最重要的 是的 是吗 这个可以跟我们说一点 现在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台湾的 我们台湾的临床观察 或是国外的 你不管任何层级的医院 你只要能够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把血栓溶解剂打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 复原几率就是比之前多三成 比如说我们以前十个中风的病人里面 有大概三个人 三三个人是是三点三个人是 就是按照传统的一般的药物 什么增加血循环 那他大概有十个人 有三点三个人会恢复的很好 那如果打了血栓溶解剂之后 大概我们台湾跟国外都差不多 就大概四点五个人 四点五个人是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可是如果说是 我们现在配合了这种机械取栓的动作 就是说我打了之后 他还是没有没有变好 那经过我们做了很多的 做了这个血管摄影 发现他真的有一条血管阻塞 然后我们再去取算 他的复原率 现在目前最好到七成 就是十个人里面就有七个人 会恢复的相当的好 不会又产生很严重的这个 这个这个现象 不过相对的 他会产生大出血 或者死亡的几率反而比较高 因为你打了血栓溶解剂 你整身裤的血都痛啊 但是这有可能会造成出血的问题 这几率有多高 几率里面是这样 如果说是我们一般 你不打血栓溶解剂 一百个脑中风的病人里面 一千个脑中风的病人里面 可能会有六个 会自然而然 反而是过个几个小时 或者一天 他出血 变成脑出血 本来血管阻塞变脑出血 这样子的情形 不过很多出血是没有症状的 我们做了电脑断层才发现的 可是如果你打了血栓溶解剂 或者是你做了取酸素 他的出血率变成一百个人里面 有六个 六个人会脑出血 所以将近是十倍的脑出血的机会 所以这都是需要医生在临床上面 密切的观察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你加护病房密切观察的是这样 然后又变成阻塞型 又变出血型 对 所以即使 如果真的发生中风的话 先不要管说到底紧急要送哪一家医院 如果你在新店 你就就近在新店 不要说我还要去天母 我要去到哪一家医院 那个 要不要呼吁 对 而且现在我们跟消防局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合作 所以我们消防局出去的 派车出去的 我们的一个急救人员 他到了现场 发现他可能是个脑中风 他会先打电话到 比如说我现在到哪一家 他会先打电话说 你们这一家第一个 我现在送一个脑中风 你可不可以做 那个血栓溶解剂的治疗 第一个有没有医生 第二个有没有加护病房 如果这一家医院 正好满了 我整个急诊都满了 那他就要送到第二家去 所以他们已经会做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了 包括我在新竹 即便我在新竹 那我们那边的消防局 也是这样子 打电话来 会来询问 大家都会先去 询问说确认 他才会去送到 这个消防署 他们自己有 自己的资料库 哪几家医院 是有处理 急性中风的能力的急诊室 他们就会往这几家 那个医院去送 所以紧记得中风 一定要把握这个 紧急的黄金时间 有时候你套照起来 你才发现说 怎么好像不太对劲 但有可能这中风 是在半夜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 那时间已经过多久 不知道赶快紧急送医 就对了 这是最重要的 好那另外呢 也要来特别的提醒 请医生来提醒一下大家了 如果要预防这个中风的话呢 我们在临床上面 有哪一些的这个危险因子 要再次提醒一下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的 哪几类人是中风的高危险群 因为我们有刚刚有讲到 筋肉爸爸 他是临血功能异常 这个算比较罕见的啦 一百个人当中 大概才两个 一两个 好那其他哪些人 是属于这个高危险群 所以高危险群 最多的其实就是三高 你有三高 你高血压 高血止症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那还有你本身有心脏血管疾病 或者是你又已经被检查出来 你有颈动脉 硬化 而且是这个狭窄程度 超过50%以上了 那这一种的 都是属于是高危险群 那另外就是 这个是身体的疾病 那另外就是 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正常 包括你这个 我们刚刚讲了 过劳 压力太大 过劳 生活过劳 这样子 再来就很缺乏运动 缺乏运动的人 完全坐在家里看电视 上网的人 我们刚刚再次讲了 做有氧运动 比做无氧运动 比做重量训练 来得更能够预防中风 一定要做有氧的 那还有就是饮食上面 这个高盐 对不对 就是吃太咸 吃太油的这个食物 容易让血管硬化 那还有就是抽烟 抽烟是很重要的因素 那还有饮酒过度 那这些都是属于是 这个高危险群 好 也要提供给听众朋友 来特别的留意 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 等会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扣音电话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 新厨分院 神经内科的主任 尹志浩医师 来节目当中 聊聊各种有关于 中风方面的问题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做重量训练 或者是觉得自己还年轻 中风离我还遥远 要告诉大家 真的不是这样 事情不是你想的 请你一定要好好注意 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我们先来回答 线上听众朋友的问题 我这个 艳良问了好多个问题 我先来找 这个比较重要的好了 出血性中风 跟阻塞性中风的治疗方式 有不一样吗 我们刚刚讲出血性 有打血酸溶解剂 还有现在的取酸素 就是说 我们都是阻塞性的中风 我们讲之后 有八成的脑中风 病人是阻塞性的中风 台湾有八成高达 那阻塞性的中风 就是打血酸溶解剂 或者是说 用这个取酸的方式 那如果已经超过 这样的时间 只有用抗凝血剂 或抗凝血 或者是抗血酸的 一个一般的口服药物 那如果是出血型的中风 目前为止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血压的控制 因为我们有 九成以上的脑出血病人 其实就是高血压造成的 而且它在出血 当下血压非常高 所以把血压降下来 可以减少这个血 这个血块增加的情形 它避免它去压迫到 其他的脑部的一个 正常的细胞 如果它的血块真的太大 那就需要做手术治疗 就可能 就是我们有立体定位 可是它血压正高 我怎么动手术 会不会一手术下去 血都噴出来了 那就麻醉 麻醉把它血压性 赶快降低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出血性 跟阻塞性脑中风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接听 朋友电话 史先生 你好 史先生 你好 医生好 我想请教 我是有心房颤动的问题 所以医生开的药 就是Ritmonome Ritmonome 是心理症的 另外呢 就怕我中风 所以呢 就给我110MG的PODASA 对 普达电 PODASA 对 这个PODASA呢 它副作用呢 好像蛮强的 是 可能会肠胃出血 肠胃炎 还有贫血 高肝功能异常 是 那我吃110 够不够 这个 它有一定的 一个标准的算法 那哪些人 需要吃到150 因为台湾 有两种伎量 一个是150 一个是110 那是哪一种 你是属于 要吃110 还是吃150的 那它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 包括你的年龄 包括你的体重 包括你的中风 它有一个算下 你的心 那个心 我们讲心房颤动 所造成的一个 它的一个分数 这些都是一个 我们来 选择是110 或是150 的一个 一个几率 它确实是 它的很大的 一个副作用 就是会 产生出血 不过它已经 比传统 我们讲的那种 我们以前 都是吃那种 叫做法法磷 那种 这个药 这个药 每次到医院 就要抽血检查 看你的灵血因子 控制的好不好 那而且我们常看到 以前的老先生 很可怜 吃那个药之后 那个身上 就这边一个 瘀青 那边一个瘀青 全身都是瘀青 那自从有了 这个新型的 恐怖抗瘫血剂 包括 史仙人刚刚讲的 这类类药物 都让这些出血 其实降低很多 尤其是脑出血的降低 那个这样的 副作用的降低 是特别的 特别的减少 所以它相对 安全很多 就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 不要吃啊 千万不要随便的停药 好不好 这非常的重要 好 另外呢 有听众朋友 哇 这有点难 应该要去 我们的心脏内科医生 因为我们今天是 神经内科 听众说 几年前 她婆婆做了 心导管手术 手术之后 在加护病房 一切正常 结果晚上就说 她病危通知 见了最后一面 那她本身是有 糖尿病跟三高 这有没有可能是 心导管病发症 可是有点 这个恐怕 因为有很多种原因 对啊 包括当时血糖 会不会太高 身体里面的一个 就是心脏的 虽然做了导管 可是心脏的功能 是不是几句的变化 或者是有什么 严重的感染 它有很多很多种原因 会产生 这恐怕还是要 还是要问一下 这个当时的医生 比较了解 另外呢 有听众问说 有几个简单的 自我测试中风的方法 包含了举手测试 微笑测试 跟附送的测试 可不可以请医生 说明一下 我想最可能要看画面 比较清楚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可以请大家呢 先上YouTube搜寻 98新闻台 我们等会请医生 在节目当中 帮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先赶快先来接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医生你好 你好 请说 我要请教医师 我今年70岁 两年前有那个 右侧的颈动脉 有专支架 现在有是吃零血剂 阿斯匹因 我现在是 血压是有时 150几 有时120 最近都 最高150几 是是 120这样 高血压 高的是这样 低血压都是差不多 7 80 我是感觉我的右手 最近 有紧紧的 右手长 紧紧的 我要请教医师 这个要怎么 150和 那个 血压的 那个差距 150 120 这样 有没有什么 可以改善的 谢谢 谢谢 其实 你的例子 我们在临床上常看到 不过第一个 你的右手 因为你是右边 摆过支架 右边的颈动脉 摆过支架 那如果是 这个支架要产生问题 应该会在左手 因为它供应的是 右脑的血流 所以产生的症状 应该是左手 那你有右手的症状 有可能周边血管的 周边的血管 也有可能周边的神经 或者甚至真的是 是脑部的问题 所以建议就是说 你即便不同边 可是你还是要回去 做一下检查 因为尤其是我们在 东方人或者亚洲人 很多跟白肿人不一样 我们的颈动脉 常常很好 可是脑血管 却是很多的严重的下载 所以常常看到了颈动脉 有问题 摆了支架 可是脑血管里面 确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病灶在那边需要处理 这是一个 第二个血压 120到150 其实以您70岁来讲的话 只要你不是常常 140 150 那偶尔150 可能你在 这个可能就不是很重要 那建议您 在量血压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休息 一个10到15分钟 静坐 或者这个休息 10到15分钟 再来量 这个血压会比较 就是准确一点 很多人是 忙完之后 做完运动 或者是忙完家事 坐下来马上就量血压 这个时候血压 都会比较高一点点 OK 好 那个刚刚我们讲 中风的测试方式 举手是怎么测试 举手 通常 就是我们常常是这样手 双手往前平举 而且手掌要朝上 手掌长上 那今天如果你今天是 手是这样掉下来 掉一点点下来 或是完全挤不起来 所以举起来应该要让 两手是平高 对对对 但如果你会不自觉 有一边就是往下掉的话 这个就是有可能有中风的症状了 OK 这是其中的一个 好 另外还有的是 脸 微笑的测试 脸就是 脸就是 这个 我们做这个吃牙裂嘴的动作 或是微笑 那你肩膳座是这样 肉出八颗牙 肉肩膳座 好 往一边了 有一边是拉了起来 一边是弄了 那这个表示就 诶你示范的好好哦 这个要常常表演给我们的 你再一次 你再一次 我真的 我还做不出来这个动作 这样子 是是是是 所以你真的笑起来的时候 发现有一边歪掉了 对对对 或是讲号有一边歪掉 讲号有一边歪掉 这个是我真的没办法 要赶快去看医生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speech 附送就是 speech就是 就是附送 比如说今天天气 今天多云 今天户外多云天 今天天气晴朗多云 对对 这样子 然后呢 你讲的时候就是大舌头 或是讲 口齿不轻 这个也是一种 附送这样子一句话 不要太短 就是再见你好 这种两个字而已 太短 要稍微长一点 我今天要去总统府 见蔡英文 这样比较长的 对对对 这样子一句话 那你发现你讲话大舌头 或者是说口齿不轻 听不清楚 这个都是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叫做 所以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记忆的口诀 就是fast fas f脸 是那个英文的fast 那a就是arm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手 手抬起来 要两手同样高 对对对 然后s就是 就是我们讲附送 讲speech 讲附送 那这三个 如果你同时有两 你如果只有一个症状 你的中风的几率 可能不到50% 可是如果你两个 两个症状都有了 就是符合两个症状了 你的中风几率 就已经串升到72% 如果你三个症状都有 你的中风几率就80%以上 OK 这个时候呢 重要是 你要赶快把你 那个时候发病的时间点 记下来 记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 我们抢救黄金时间 怎么去算 医生剩下最后一点时间 赶快问一下 您刚刚讲的取酸数 有听众朋友问说 是在哪一科 是神经内科 心脏内科 还是哪一科 目前都是神经内科 跟我们的神经放射科 或者神经外科 三科联合在处置 这个事情 所以每一家 比较大型的医院里面 都有这样的取酸的小组 这取酸的小组 所以只要任何一家的 大型医院 基本上台湾现在目前 已经训任了很多的 这样的医生 来做这样的取酸数 不过它需要一个 很严谨的评估 包括我们要去算 它的中风的严重度 然后做电脑断层之外 还有电脑断层血管 摄影都要做好 所以这事先提供 给您做参考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非常的谢谢 荣民总医院 新竹分院的影职号医师 提供给听众朋友 这么多详细的内容